我没有痛苦 咕着 看 战争已经开始了 大家都没有记住 暑假的最后一天 新闻不成员浅宇在大半夜偷偷潜入校园 想体验星空下夜游的感觉 但来到泳池 他发现一个女孩比自己早了一步 女孩被突然凸刺了他 吓得掉进水里 眼看女孩不会游泳 他下水救了女孩 两人四目相对 女孩竟流出了鼻血 潜予转头想为他拿来毛巾 因为看见他包里塞得满满的药丸 不仅如此 潜予突然兴起叫他游泳时 又发现他的手腕 诡异的陷入了两片金属 没等潜予反应过来 警报器响起 自成是女孩兄长的男子 甲本带来一堆警察 开口劝潜予离开 作为外人 潜予只能无奈听从 在那以后 奇怪的事必须发生 开学的第一天 潜予累得趴在桌上 她是校内新闻部仅有的三个成员之一 传闻有人在后山目击了不明飞行物 所以她天天都和疯狂的部长等待战斗机或UFO的出现 在命运的安排下 那天的女孩 易里也成了潜予班里的插班生 同学们对她很友好 可她唯独只对潜予感兴趣 人生直勾勾望着止语 最后留着鼻血跑掉 这令暗恋着潜予的虚腾金碎躁动不安 上前质问潜予时 潜予突然晕了过去 就这样 潜予被金碎送到了保健室 迷迷糊糊间 梦见保健社老师是军方派来的人 还责怪某人 问她为什么往潜予体内植入了虫 睡醒后 潜予忘掉了那个梦 开学第二天 校内举办了防空避难演习 没想到警报器的声音 竟让伊犁害怕的全身发抖 还强行拉着潜予进入学校的防空洞 熟练的操作系统关上大门 伊犁的哥哥甲本给他们打电话 冰雪告诉伊犁这只是避难演习 结果伊犁失望到哭了 甚至希望空袭发生好让大家一起死掉 为了让她冷静 潜予叫她看自己打游戏 结果她看的特别激动 最后口图鲜血昏迷不醒 无奈 潜予回拨电话向甲本求救 根据指示 叶伊犁的大腿内侧没反应 又被命令脱下伊犁的内衣为她扎针 对此潜予又羞又怕 进化造作时大门开了 伊犁被送去治疗 潜予狼狈的一幕被传遍校园 成为了人尽皆知的变态 开学第三天 新闻部部长逼潜予周末约伊犁外出 她认为甲本的身份不简单 希望拉拢伊犁入部 方便日后新闻不办事 潜予原本有点胆怯 但在部长半推半就下 她要约伊犁早上10点去看电影 当天伊犁结束了半夜的兼职后 彻夜不眠 从清晨6点等了潜予4个小时 潜予迟到了5分钟 她善良的骗潜予自己也是刚到 电影院里部长甲本和保健师老师 双方不约而同在监视潜予和伊犁 当潜予知道伊犁有一份很神秘的兼职时 伊犁发现有人一直在监视自己 气得将潜予拉进厕所 凭借米瑞的身手 伊犁设下机关带潜予摆脱所有人 潜予陪伊犁等待回家的公车 伊犁又又一次流了鼻血 在潜予的关心下 她试着敞开心扉说了一段往事 凭借米瑞的真实身份是一名空军 是驾驶国家战斗级的5名成员之一 过去 无人中的王牌在战斗中丧命 伙伴建议到坠落地点看看 于是4人从基地流了出来 然而 伙伴的尸体和飞机残骸早就没了 政府为了掩盖战争 把逝世地点改造成了游乐园 那一刻4人意识到 他们无论活着或是死后 都不能留有姓名 伊犁的身世令潜予心声怜悯 双方好感倍增 没有注意到原初的家本和保健师老师 露出了满意的神情 第二天 潜予收到了伊犁加入新闻部的申请书 入部原因是 后面切换至精髓的视角 因为喜欢潜予 她加入了新闻部 时时刻刻关注潜予 所以 当她知道潜予很在意伊犁时 感到非常嫉妒 再过一周 就是一年一度的血缘季了 潜予问伊犁 血缘季当天想干什么 她满脸期待的说 跟随潜予 于是潜予建议 两人可以在篝火晚会上跳舞 无奈那天后 伊犁也经常被政府召见到基地 血缘季倒数六天 家本亲自到学校见了潜予 直到血缘季开办 伊犁也都没来过学校 血缘季第二天 潜予等伊犁也等得心力交税 喝醉的精髓 大胆邀约潜予和她在篝火晚会上跳舞 然而 她被潜予委婉的拒绝了 稍后 潜予终于等来了伊犁也的来电 两人相约傍晚到山丘那里见面 时间紧迫 潜予迅速赶往目的地 回相信那晚甲本说 伊犁也特别期待篝火晚会的舞蹈 如果 如果有机会 如果有机会 我会跟伊犁也的 跟伊犁也的 一起去 跟伊犁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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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了 画面一转 上远后山一带 发生了大规模的爆炸熄火 结果上的电视新闻 竟被描述成了小意外 部长认为事有蹊跷 决定前往调查 此日 即使让伊犁也一起为美食专栏取材 约以为伊犁也不敢来 但她竟答应了参与 跟着金碎到餐厅做美食评借 监狱放不下心 只好在远处跟踪他们 金碎是出了名的大卫王 她一年带伊犁也到好多餐厅 大吃特吃 没想到 伊犁也的胃居然也受得了 于是 她巧幸伊犁也 骗她说 自己在篝火晚宴上 和闲语跳了舞 伊犁也拆穿了金碎的谎言 金碎为了恶整她 将她带到著名的铁人屋 点了夸张的铁人套餐 果然 伊犁也不甘示弱 点了同一份 随间与她来了场大卫王比赛 第一道料理 铁人拉面 让人不分羞涩同时吃光 第二道菜 铁人饺子 差点把金碎吃吐 但为了胜利 她逼自己全部吞下 到最后一道菜 中华大概饭食 吃上半条命的伊犁也 流出了鼻血 蒸链爬在食物上 但尽管到了这种地步 她仍旧坚持爬起身 整体不禁为之起哄 最终两人同时吃光了食物 同时晕了过去 伊犁也的绝项令金碎对她有所改观 好好聊了一会后 两人化敌为友 结果 像她的氛围被加本打破 一整天联系不上伊犁也 令她差点戏风 最后强硬把伊犁也拽了回去 那天后政府对新闻实施了情报管制 学校也收到了暂停教学的指示 很多人都认为战争即将来临 伊犁也却还在这种时候染了一头新发色 到这生气上前抓起她的头发 结果一撮头发就这么被扯了下来 原来这头发色不是染的 而是伊犁也的头发变白了 此时的伊犁也视力差的几乎看不见 千语发现了端倪 上前关心伊犁也 亲眼目睹她口吐鲜血 癫痫发作的一幕 保健师老师迅速给伊犁也视身急救 尽管视觉异常过段时间会恢复 但病发那么严重 伊犁也恐怕时日无多 千语听完特别生气 这些病显然来自战斗机驾驶员的体力负荷 她开始迁怒于老师 为什么把战争全推给伊犁也 气得老师大打出手 身为群内人 她和甲本有着太多身不拥挤的事 那天晚上 千语接到了部长的来电 原来 部长亲眼看见了外星生物 政府为了隐瞒他们即将和外星人战斗的事实 耐捕了部长 千语意识到 伊犁也很快会被派上前线 决定带她逃走 摆脱命运 伊犁也十分感动 为了保证两人日后的位置不被暴露 她亲手摘除千语体内的电子虫 彻底背叛了政府以及甲本 两人逃亡到了一处处于停课的小学 千语给伊犁也剪了一头清爽的短发 在伊犁也的请求下 两人抚养了一只猫咪 天天一起生活 看起来像一对私奔的小情侣 好景不长 流浪汉跑进了学校想偷东西 搅合的是 千语正好跑出来买杂货 还待在一旁看色色杂志看得入神 流浪汉抢走千语的包 伊犁也为了阻止她与她发生争执 期间伊犁也被推倒在地 娇豪的身材 禁令流浪汉起了色心 伊犁也逃跑到礼堂去 对方身材鬼舞 很快便将伊犁也压制住 回来的伊犁也正好碰见了受伤离开的流浪汉 以及衣衫不整的伊犁也 全都没有做到 真的 抱着疲惫 押倒了 千语为了安抚伊犁 不断和她说话 但伊犁也认为千语就是不信她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流浪汉在离开后打电话报了警 很快警察就来了 这里已经不再安全 伊犁也却在离开时坚持要找猫咪 最终千语无奈妥协 抱着很大很大的危险找到了猫 但也因此生气着伊犁也都不成熟 看着她逐渐远去的背影 伊犁也又一次重复说自己没被怎样 这下千语被惹脑了 转头对伊犁也说了很伤人的话 伊犁也大受刺激 又当划伤千语 两个人闹翻 直到冷静下来后 千语才意识到自己过分了 他试着和伊犁也和好 悲剧的是 伊犁也出现了记忆衰退和识别障碍 她将千语认成了其他人 说把现在当成是学员季之前 满星期待着购火晚会的舞蹈 更糟心的是 隔天她又把今天 继承是和千语约会的第一天 也正如死 千语才发现约会那天 自己让她等了好久 然而 现在的她认不出千语 一直一直留在原地 等了12个小时 连车站小姐都忍不住 询问了两人的状况 好在 千语从中得到了提醒 她可以打电话给伊犁也啊 果然 伊犁也只认得她的声音 一开口仍旧骗她说自己刚到而已 千语十分心痛 为了让她死心放了她鸽子 后来伊犁也体力不知晕倒 千语希望带伊犁也到南方投奔她的奶奶 车站小姐看出她们有难言之隐 决定驻她们一程 两人在对方的指示下 跳上了前往南方的五人军用列车 终于千语带着昏睡的伊犁也投奔奶奶家 结果 甲本早就在这里等着她了 甲本只是听命行事 知道伊犁也时日无多 不想她难过 于是给了千语三十分钟 带她逃跑 可惜千语跑不动了 她哭着问甲本 为什么非伊犁也不可 才知道伊犁也和伙伴们 都是神经系统经过特殊处理的孩子 他们能很好的驾驭好战斗机 是国家重点培育的战争兵器 可如今 伊犁也队伍的其他驾驶员全死光 能出战对付外星生物的 只有伊犁也一人 一时之间千语不知道如何是好 难道真的要为了旧世界 牺牲伊犁也吗 最终甲本为她做了决定 直接将伊犁也带走 时间来到三天后 伊犁也出战的日子 新闻却在凌晨突然宣布 战争结束了 早上千语第一时间赶到学校 结果发现伊犁也没回来过 自卫军队来到校园 点名带走千语 目的地是伊犁也所在的军事基地 原来 战争结束只是政府用来欺骗人民的谎言 伊犁也在紧要关头拒绝出战 加本怕她自杀 希望能让千语去说服她 这时的伊犁也十分清醒 她的记忆停留在与千语吵架的那一天 难过的问千语 为什么丢下她走了呢 突然军方有个动静 千语捡起地上的枪 对他们放生一通 经过短暂的分别 她弄清了自己的心 誓言要保护伊犁也 只要伊犁也活下去 全人类灭亡也无所谓 听完这番告白 甲本笑了 伊犁也改变了主意 遗亡的她为了队友而战 现在的她 也只想为了千语而战 为千语而死 伊犁也驾驶战斗机出发的那一刻 甲本成为了背负最多罪恶的人 她为了赎罪 故意惹恼的手持鸡箱的咸语 引导咸语向她开枪 结果一连中了好几枪 她都没有命中要害 甲本终究只能怀抱愧疚火下去 故事来到尾声 看见过外星生物的部长 被政府洗去那段记忆后 回到了学校 军队凯旋归来 众人万分欢喜 伊犁也没有回来过 但千语会一直一直 在被她守护着的这片天空下 突処打 そして 僕は 夏を 終わらせる 7月4日